哪些因素可以导致激发性性小球肾炎 主要有以下五种吧 一个是系统性的疾病可以导致性小球肾炎 比如说系统性红斑狼疮 还有过敏性脂颠性性小球肾炎 这些都可以 还有其他的一些系统性免疫性疾病 都可以引起起发性的肾小球肾炎 第二类就是我们的血管性的 血管性的因素可以引起 比如说高血压 高血压肾脏病 系统血管炎可以导致肾脏损害 那么第三类就是感染性疾病 我们感染性疾病比如说 疑肝相关性肾炎 可以导致肾小球肾炎 我们第四类 代谢性的疾病 比如说糖尿病肾炎 应该是成为国外最常见的 肾脏损害因素之一 就是糖尿病肾炎 那么第五类就是遗传性的疾病 遗传性的疾病 比如说阿尔科的中和针 实际上还有一些 可能违法分类的 比如说认诚相关性肾脏损害 还有放射性导致了肾脏损害 这些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